一些相關的文章 或者是可能有一些 當時的受難者 他們會有 或者是受難者的家屬 有把這個故事打在網路上面 分享給網友 就會特別去看一下 女主角王靖用心做功課 電影返校 以台灣的白色恐怖為背景 這次更是在金馬獎入圍十二項 秦漢強返校 吳綠銀返校 曾敬華返校 包含新導演 新演員等等 金馬成為大贏家 在台灣好風光 不過在中國的微博搜尋上面 卻變得癢 有中國媒體整理出 這一次金馬入圍名單 不管是最佳改編劇本獎 還是新導演獎 其中返校一律都是用叉叉帶過 直接在名單上被消失 而中國的豆瓣電影 雖然有放上了金馬獎的入圍名單 不過最佳劇情長片 最佳女主角 最佳改編劇本 最佳新導演等項目 也都沒有見到返校 甚至還有貼文 讓入圍最佳女主角的王靖 直接在名單中空了一塊 顯然這種水銷就沒人 怎麼還有這個 這不是人死了才貼的嗎 地下主職 天赴國家 對此有不少網友感嘆 白色恐怖在台灣是過去式 但在中國可是現在進行式 直接被消失 沒有自由真的很恐怖 也難怪網友說 果然政治正確 評價一切 三星文 翁正祥理會 台報道 最佳 總共 是 感谢观看